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十二万人… 赤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社会的数量多了 但你也能体现到 可能整个社会的非前政治化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victory 一國兩制… 藝術家白相傳的政治啟蒙 正是來自2003年七一 五十萬人上街 自此,他多次以七一遊行為創作主題 有一次遊行,我都會偷偷貼別人衣服 動作就像一個秘密警察偷偷地接近你 然後貼著你那樣 其實我想形容一種白色恐怖給觀眾提到 這幾年我想對我來說 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覺得我的公民身份 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受到一種政府的保障 甚至有時覺得這一種偷偷地接近你 來去徹查你,來跟蹤你 這一種力量是來自於政府 這一輪金子晶廣場的示威人士 他們被人跟蹤 電話被人不斷勾線 這些你可以周圍都聽到的例子 七一遊行人數 一直是反映社會民情的指標 白相傳覺得 近年很多香港人 不再相信遊行有作用 五十萬個群眾不是小步,而是大多數… 三十萬一年… 橫正英文… 橫正英文… 讓人走出來… 當時大家在爭取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 其實你爭取07、08雙普選 都挺不前衛的 橫正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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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發現到今天 腳底線不斷退 雖然整個社會的氣氛越來越激烈 但你可以爭取到 或是想像想爭取到的東西 好像反而收得越來越窄 2005年的七一 白相傳在遊行路線上 鋪上一塊黃布 收集遊行人士的腳印 再將布展成黃絲帶 帶到北京掛在天安門廣場外圍 予以將港人訴求 告訴中央領導人質 這件作品的名字叫做 《香港人給中央的禮物》 就是覺得香港這個地方 它是保持到一種 自由、平等的一種狀況 《一國兩制》的成功 就是它可以慢慢改變國內的情況 但當然今天大家已經不會這麼想 香港還可以保持自己 既有的東西已經很難得了 鏗鏘雜誌自2001年開始 連續17年 每年委託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就香港現況和前景 進行回歸周年民意調查 今年是回歸20年 覺得中央政府 有落實一國兩制的人 由2007年的過半數 跌至今年不足三成 至於對落實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信心 今年有近四成人覺得沒有改變 近一半受訪者信心減少 增加了信心的人不足一成 我們做的交流團 由2004年至2017年 做了132125個人 我相信在未來我們更加會做多些 你好 你好 慈善基金創辦人李宗德 早在97回歸當年 已經開始辦內地交流團 其後還創辦這間小學 希望令年輕一代 更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市場誤會折磨多 當時心態要移民 你怎麼回事 你說我們是不是真是很認識國家 有些人覺得我沒有必要認識它 我在香港好地 你強行逼我去隔離 我覺得我是不明白的 有些人的心態問題 但我覺得是因為 我們都明白我們怎麼都是一個國家 是屬於我們的 去認識它不是一個不好的事 我們的交流團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例子比較遠一些 我們都去內蒙 寧夏 當然一定去過北京 去過那些地方 我們的沿海對我們是一個重點 我們希望我們將來的地方 不止我們現在去到49個地方 三人 這麼大 三人三人八 是 好 記得你選擇的 要靠了 過去五年 李宗德辦的交流團 足足多了五倍 他說對於有人指責活動 只是灌輸中國美好一面比年輕人 屬於洗腦工程 他就有不同的看法 多謝你講 你去到上去 你去接觸國內的市民 他都有很多不開心的東西 再講現在的社會 你想國家不好的那部份 網上有很多 好的東西有不好的東西 你說你想 這件事不讓人知道的 這個世界都很難 那時候心未回歸 現在又講港獨 越來越激 你心未回歸 我覺得我還未認識你 你說我真的要愛你 要認同你 我真的做不到 那我覺得 這樣都 明白了 但現在說不是 我基本上想和你分家 那是不是一個 很大的衝擊 對國家來說 歡迎中華人民 中華同席 徐靖廷先生 立委 徐靖廷先生 立委 徐靖廷先生 立委 回歸二十年 內地官員多次提到 人心未回歸 鏗鏘集表查顯示 對中央政府印象好了的人 由2007年的接近六成 跌至今年一成七 香港各間大學的資助學位中 有不少非本地生 當中的69%是來自中國大陸 梁啟致在大學教的 自知碩士課程 有八九成學生都是內地人 回歸二十年 中港兩地矛盾越來越激化 對內地人 亦有不少標籤 他嘗試用數據去看這個問題 翻查去年人口普查的統計數字 梁啟致發現 九成香港人 仍然以廣東話作為慣用語言 講普通話的人 在過去十年 就由六萬增加到十三萬 香港有七百多萬人口 十三萬是否很多人 這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看十八區哪一區 講普通話的人是最多的時候 原來是沙田區 為甚麼呢 因為中文大學在沙田區 近幾年多了很多內地人來香港讀書 可能是一年制的碩士課程 他留一年時間 但還未學得及廣東話 這二十年來香港人口由大約六百五十萬 增加到超過七百三十萬 每日一百五十個單程證明額 一直由內地審批 雙飛、單飛家庭子女 以致輸入專才、優才 甚至離香港讀書的內地學生 都成為很多人眼中的新香港人 雙飛曾經是升得很快的 從2001年的時候 是幾百人 到了最高峰 2011年的時候 也是每年三萬五千多人 之後就實施零雙飛 現在就已經跌到 說每年又剩下幾百人 單程證的趨勢 其實是下降的 回到因為中港婚姻的關係 其實已經過了一個高峰期 如果數據可以更加公開 是比較客觀地分析的話 大家就不用考慮 香港社會很多時候 有關一些社會問題 會是一些很撕裂 或者很意圓分化的看法 其中一個責任 我想在政府上 尤其是在數據公開那一方面 原來現在已經有六成半的業主 供滿了一層樓 所以很多時候很多人說 要儲到首期買到樓 當然要靠上一代的幫助 既要苦幹,又要負幹 在2002年的時候 用當年的家庭入息中位數 大概一萬八千元左右 可以夠買多大面積的單位 裡面佔多大 就在這個框裡面見到出來 越住越貴,越住越小 是很多香港人對回歸後住屋的心聲 林曆山以西九龍區樓盤作例子 比較不同年份 以一般家庭的每月入息 可以買到多少呎面積 這個框是2017年 現在大概是兩萬五元呎左右 家庭入息的位數 在今年也是兩萬五元 所以大概是一呎多一些 到這邊就開心很多了 大概一萬八千元左右 其實可以買到三至四呎左右 原來今天用這個工資 是買到一架磚 看上去令人覺得好像誇張了 樓家近年鋁破新高 已經超越97年的樓市高峰 就像貝沙灣一樣 零三年開售 都是四千多元買到一呎 賣到一呎 想當年萬人空巷的樓盤 包括浩境灣 六、七千元左右 都令人吃得很回味 樓價升幅停不了 賣地赤價一樣不停破頂 林力山正職在內地房地產公司 負責投地的工作 曾經試過入標啟德住宅用地 啟德發展區是市區罕有地皮 自2013年開始招標 十二幅住宅地 八幅由中資財團奪得 投地價還越搶越高 只不過一何之隔 兩年之差 新推出的地皮價格 比已經在建房的另一邊 貴了一倍多 大家幻想這條是啟德河 這條是啟德河右岸 這條啟德河左岸在我左邊 當年1314年左右 大概五、六千元左右的地價 到這六塊地 就在去年年尾到今年之內 賣出去的六塊啟德地 一萬到一萬三元一呎 說來搶地 其實這個是歷史循環來的 你看回證明地時代的時候 英資就佔市場大部份的份額 慢慢港資就入場了 發展到時至今日 內地譬如中資這樣 來香港其實就是它第一個搭去海外 之前很喜歡說一個特定是地產霸權 多一些外來的競爭者 令到價格有競爭性 對香港人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去年是進行了一個 國際服務性行業的微笑指數統計 訪問了四十一個國家和地區 香港是排第四十 即是尼爾 九十年代初熱愛音樂的張家瑞和朋友 夾粉開了這間唱片店 他說記得九七回歸之後 生意越做越好 還在同一個商場開了分店 地產霸權 地產霸權 可以說那時他們還沒那麼猖狂 沒那麼去到盡 所以是有得說的 不是說每兩年一次加你租 有些人情味 這間對著那間就是第一間我的店 二十七年前就在這裏開始 這間店大於我現在的 當然是另一個租客 大於二十個百分之 我看到它的面積 但是沒有忘記 二千八元一個月 根據差響物業股價處數字 2017年零售業租金指數 比97年同期高了三成 在彌敦道交界第一間金舖 那又走下去了 那這裏其實要小心 對面其實已經有第二間了 這裏已經有第二間 這間賣衝錶 再來一間又是金舖了 這裏已經八間了 我已經過度97年之外 大陸的資產 和大陸的生意在這裏當然多 遊客他們自己下來的都多 銀行一定多的中資 有些暗地裡 其實已經被中資買了的店 我們不知道 近年核心地區的店租下跌 不過張家裔間店的租金 由開張到現在加了十倍 過幾月前決定將店舖結業 我知道他今天穿了一天 不少店全部都收拾了 你全部連鎖 沒甚麼味道的 如果百花齊放 應該好像他這樣說 你開的那些 我開的那些 現在一集團控制了之後 他就不可以這樣 他要每間店賣的那些東西 再見 拆開時又有些不同的感覺 牌子我親手拆下來 二十七年我親手接觸 好像我們一樣 熬了二十七年 十幾個月終於頂而順了 要走了 那這些是否叫做霸團 鏗鏘集連續進行 十七年的雲異調查顯示 對特區政府表現不滿意的人 今年有四乘二 覺得普通的有三乘九 滿意的人 由2002年的四乘 下跌到今年一乘七 金 100泰 h 割出欣賞 敏國命 王民國命 無敏烏市 羅世葉 大實加白相傳 參加過 2014年佔領運動 他說運動結束後 一度迷失方向 为了重拾创作动力 去年他开始了一个新的创作方法 就是到法院旁听 在听审的过程中 让自己可以重新检视 反思香港过去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 这些就是上庭的时候 在听、在画的东西 例如这宗案 其实是在审计旺角暴动案 我自己去法院听的时候 那种关系是我来判断对不对 那一刻令到我身处这个环境 香港这个社会这一刻的状态 我有一个比较肯定的一种相信 我们看到其实不是完全绝望 而是你感觉到你要好努力 但是只能改变很少 或者可能守得很少 那你要不要披露你这个时间精力下去呢 香港人对未来究竟悲观还是乐观 腾窗集调查 今年新增一条题目 并受访者对未来十年 香港整体发展的评价 结果显示有三成几人说 和现在一样 两成人觉得会好了 不过有三成人觉得 未来十年发展会变差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